第254集 那要看二叔的心意了 外方有外方的自由 留金有留金的好处 二叔觉得呢 他把皮球又贴了回去 把药族屡屡染须 燕燃和魏燃也大了 子觉也到了该好好进学的年纪 我寻思着还是留在京里好 到底一家子都在这里 五七年纪也大了 我总要承欢西夏 尽人子本分 是啊 我们在外面漂了这么多年 燕燃和魏燃 看着就不如京里的贵女们 我心里也觉得对不住他们 说起来 他们也是侯府正经的小姐 比谁也不差 白木槿看了一下燕燃和魏燃 这两个丫头生的倒也算标志 就是束手束脚的 的确有几分小家子气了 二叔和二婶考虑的也有一些道理 但是要留金 以后免不了大家要常常见面 和你们也不见外地说一句 属尽我在白家 你们也看到了 因着陆姨娘的事 父亲和我又诸多闲谢 白药族没等白木槿说完 便问道 世纪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在母亲的来信中 只是粗粗知道了些事 但到底不相信 这陆氏到底怎么又变成姨娘了 她在我娘有了成儿的时候 就和 这件事我娘留下了一封信 给我外祖母 前些日子 父亲把我搁上玉前 诉我有七宗罪状 外祖母一时气愤便拿了出来 皇上便责令 白家贬路氏为妾 说她负得有亏 梦是一听 惊讶不已 难怪了 难怪你娘临盆之前 总说些不吉利的话 我当她只是担心 自个儿能不能顺顺利利地 担下孩子 没想到 她是知道了这件事 那陆宁香也忒不要脸了 大嫂可是她的亲姐姐 亲姐姐又如何 谁让我娘爱着她的陆了呢 依着她生母的身份 就算她也同是陆家女 但绝对找不到什么好的人家 当时我爹也继承了国公的爵位 又年轻 他自然要为自己寻个好前程 白耀族猛地一拍桌子 大哥好糊涂 这不是犹如门风吗 难怪圣上会贬斥的 父亲在世就教导我们 做人要堂堂正正 问心无愧 他 他 他真是 二叔不用激动 这事就算过去了 不用再提 我和父亲之间诸多误会 怕是一时半会儿也解不开 你们要是留在府中 能避着就避着一些 这话 我也只说这一次 你们记下就好 白耀族是个聪明人 自然一听就明白 这是白木槿在提醒自己 莫要掺和白府现在的内斗 两不相帮明哲保身 白耀族和梦氏对视一眼 立刻道 到底是你们妇女间的事 我想管 也是有心无力 这是锦儿 二叔还是想提醒你一句 他到底是你父亲 你就多忍让一些 白木槿笑了笑 直到白耀族 这是接受了他的条件 要想留在京城 就得懂得进退 说是不知好歹 帮着白家的人瞎折腾 他能够让他留在京里 也能够让他快速地离开 二叔言之有理 锦儿记下了 今日这一段既是为二叔和二婶 接风洗尘 也是公众二叔 能够留金任职 白木槿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 白耀族和梦氏同时一喜 端起茶杯 那二叔就以茶代酒 谢谢郡主美意 很快菜也上了 掌柜照例端上两瓶玉叶穷浆 郡主 这是珍藏 主子吩咐 特意给你留着的 白木槿稍稍不自在了片刻 多谢掌柜的 一会儿一并结账了 他可不愿意总是白吃白喝 又不是他开的酒楼 总是这样 也未免太过分了一些 他到底还不是奉酒亲的什么人 看着桌子上 精致到令人目不暇接的美食 白耀族赞叹道 难怪在外面 就常常听人夸金城天一阁 天下第一楼 光是看着菜 也叫人垂涎三尺了 二叔二婶 各位弟妹 就不用客气了 都是自家人 喜欢吃的就多吃一些 一顿饭吃的是 兵煮尽欢 白耀族和梦氏也不是傻的 知道白木槿不光是请他们来吃饭 更重要的是要他们摆明立场 不要胡乱地站错了队伍 大家谈妥了 自然是素不完的亲情 几杯美酒下动 梦氏甚至都忍不住拉着白木槿 一起成年往事 生活还掉了几滴泪来 说起陆氏又气愤地骂几句 无非是说他寡连贤耻 恶毒无德 又不免多提起陆婉晴的好来 一直说陆婉晴命薄如指 白木槿只是一直淡淡微笑 并不多话 偶尔接上几句 他早已经不习惯于把自己的内心 暴露给任何人看 而他也知道 陆氏也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 最惨痛的代价 他不会轻易就这么算了 陆家兄弟白芸汐姐弟 他一个都不会放过 几日之后 就到了一年一度的七夕节 这一日京城的夜晚 将是花灯的天下 夜市也会开启 这十一年中 除了元宵节之外 少有的热闹节日 白木槿早早就接到了 宣王府下的帖子 原来今年七夕 宣亲王府要办一个灯会 但是 能有幸得到帖子的人 却极少 听说散出去的帖子 一共也不过二十份 多少人想去也去不成 宣王府可是不轻易迎客的 因为主子是个急怕麻烦的人 也没有王妃操持 府里甚至连个侧妃和妾室也没有 这么多年 很多人想进王府 可是难如登天 没想到 今年的九皇叔 竟然一改常态 主动办起了灯会 还邀请人去府上共居 可真是新鲜极了 孟师一听说 这个灯会邀请的 都是身份高贵的人 就舔着脸过来 要白木槿带着 他的两个女儿和儿子一起参加 白木槿本来是不愿的 但是却听 孟师突然道 希尔说他也要去 还要带上轩儿 我琢磨着 这一张帖子应该能带不少人 因为希尔并没有接到帖子 而是说拿的 楚郡王府小姐的帖子 白木槿的眼神微闪 笑了笑 既然二婶相托 我自然不能推辞 两位妹妹和爵儿 是该好好见见世面 从不能咱们侯府二房 镇紧的小姐和少爷 比不上那个树出的吧 孟师一听 喜出望外 那就多谢郡主了 其实我也知道 让您带着两个妹妹和爵儿 有些为难你 我知道晨儿也会去 就让爵儿跟着她吧 他们兄弟啊 也该多亲近亲近 别生分了 嗯 二婶说得有理 到底爵儿是男孩子 跟着我反而不好 就让晨儿戴上她便是 你回去给燕然和魏然 准备两套参加宴会的 衣服和头面 说是没有合适的 就派人过来和我说一声 铺子里有成衣 不比自家做得差 那就有劳郡主了 说实话 咱们这些年在外面 虽说也年年天智新衣 但那些个穷乡僻壤的 哪有好东西啊 燕然和魏然 还真没有合适的衣服头面 不过 我也不白拿你的 多少银子我都掏 主要是想郡主带着两个丫头 多见见世面 早些和经理的贵女们 熟识起来 参加宴会就是最好的 打入贵女圈子的机会 加上是白木槿 这个郡主带去的 自然要更受重视一些 如此她就不担心 自己的女儿 在京城的圈子里站不稳了 白木槿自然理解她的意思 也乐得住她一把 到底她也算欠了梦时一份神情在 和我还提什么银子 燕然和魏然也是我的妹妹 做姐姐的 还能和她们计较吗 二神也太见外了 我是知道你如今不缺银子 但是 我们也不能让你破费 本来铁着脸求你带她们参宴 已经是强求了 总不能连这些东西 都要你出银子 那我成什么人了 不是二婶和你见外 这个 你就不必推辞了 你二叔虽然为官清廉 但也有些积蓄 白木槿见她执意如此 也就不再勉强 二婶也是个持家有道的 那我就不跟你磕套了 银子呢 你就给个本钱 明儿你带两位妹妹 去铺子里自个儿挑可好 哪有不好的 就这么说定了 燕然和魏然 到底没怎么见过 经理这样的世面 恐怕到时候 还要郡主多提点这些 孟师稍显尴尬的 虽然她一直都用 经理贵女的要求 来教导两个女儿 但是自从见了白木槿之后 才知道这真正的 世家贵女是何等期盼 所以不免有一些 自残行贿 婴儿也就以为 自己家的女儿 尚不得台面了 白木槿反而不这么深违 我看两位妹妹 只是稍微地有一些认生 规矩倒是极好的 听十二婶教导有方 唉 这两个丫头啊 就是太过怯懦 如果能跟着锦儿你 多见见世面 或许就好了 白木槿单笑不语 指着桌上的茶 这些日子 我翻了我娘身前 留下的制茶手计 正在学之百弄 二婶尝尝 和我娘吃的味道可一样 孟师端起茶杯 轻轻抿了一口 又在口中细细地品了 倒像是比你娘泡的茶还要好 可惜 娘亲她永远也喝不上 我亲手泡的茶 自古红颜多薄命 锦儿 你也不必太过忧伤 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你该学着看开了 怎么能够看得开呢 害她的人 还活得那样自在 只是在我眼前 刺在我心里 白木槿的笑容 变得尖锐起来 梦是一惊 可是 你娘的死 谁也料不到啊 你何苦折腾自己呢 二神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难道你还不能把你知道的事 都告诉我吗 孟师的眼神闪烁起来 却故作镇顶到 锦儿 你说什么呢 为何我都听不明白 我哪里知道什么呢 二神若是实在不想说 我也不强迫你 只是我娘死的冤枉 她生前最信任的两个姐妹 一个背叛了她 一个却不肯为她伸冤 她一定很伤心吧 身为她的女儿 我怎么能什么都不做呢 二神 如果你遭了这样的冤屈 你也一定希望 燕燃和魏燃 能为你报仇吧 梦是几乎控制不住 自己抖动的手 却咬着牙齿道 锦儿 天下父母心 你娘定然只希望 你平安顺遂地过一生 而不是 不是为她报仇 是吗 真的是这样吗 二神 你的良心 也是这样告诉你的吗 罢了 无论你说不说 结果都是一样的 你 你要做什么 不要他们还债啊 不过你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脏了 自己的手 二神 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锦儿也就不再勉强了 您走吧 梦是带着忐忑不安站起来 犹犹豫豫地看着白目警 眉头紧锁 我又低下去 转身走到门边 又突然回来 锦儿 对不起 我 我没有救得了她 我去的时候 她已经 她已经中了毒 如果当时她不坚持保住 尘儿 就不会 就不会死了 但是 她说她舍不得 白目警的眼泪瞬间滑落 一滴一滴地滴落在 她的手中的紫砂小杯里 那个傻女人 她这一生都在做最傻的决定 每一次都把自己推向了深渊 先是这样选择夫君 又选择了隐忍不放 最后还要选择保住孩子 牺牲自己 白目警咬着牙 咽下心头瑟瑟地疼 为什么你 从来不肯说 你知不知道 你的隐瞒让我做了那么多年的傻子 我还一直以为陆宁香 她真的心疼 亲爱我的弟弟 甚至做母呢 若是前世 梦是不是选择沉默 她怎么会有那么悲惨的一生 她怎么会最后沦落到 身败名利而死 该死的从来都不是她和尘儿 是他们 是陆氏和白氏族 那个老太婆他们 不是他们 梦是眼泪也跟着掉下来 跟夜道 我也不想的 但是我没得选择 陆家若是知道这件事 依着你外祖母的脾气 她定会要白家跟着陪葬 我 我是白氏媳 我知道我很自私 可是 白氏的荣辱 也关系着我的荣辱 更关系着我夫君 和我子女的荣辱 荣辱 在这样肮脏的家里 哪有荣 只有荣 白木槿的情绪 有一些激动 连声音都带着一些轻颤 因为这个自私的理由 就害得他们姐弟二人 遭受了那么悲惨的下场 她怎能不恨 明明所有人都知道真相 白家的所有人都知道陆氏的真面目 却没有一个人 肯伤稍提醒她一句 让她能够有个防备 让她不用那么全然地信任 他们母子三人 那么一切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梦氏的脸色煞白 嘴唇都快咬破了 可是 到底我还是白家的人 你也是 陈儿也是 是啊 我们都是白家的人 所以二婶觉得 我们就该为白家牺牲一切 包括姓名吗 你知道你不在的这些年 我和陈儿经历过什么吗 因为你的自私 我几度经历生死考验 差一点 你回来看到的 却不是安平郡主 而是一个 因为毁了容貌 施了清白 丢了名声 然后不得不自我了断的尸体吗 梦氏难以置信地看着白木槿 她还对你下手了 怎么 怎么会 你父亲呢 还有 还有老太太呢 他们为什么不管 我娘死的时候 他们何曾管了 说不是陈儿是嫡张子 恐怕都没有机会活下来吧 梦氏亮抢几步 突然伤泪俱下地 跪在白木槿的面前 我 我不知道会这样 我以为她只是想要 嫁给你爹而已 我以为 她会看在你和陈儿 是她外甥的份上 而好好照顾你们 毕竟 毕竟她想要的都得到了 她想要的何止是 国公夫人的位置 她还想要我娘的嫁妆 她还想要整个国公府 乃至陆甲 她的心 可大得很呢 梦氏倒抽一口凉气 连眼泪都将在了眼眶里 难以置信道 这 这怎么 她竟然有这样的心 身心不足 舌吞向 这样的事还少吗 因为你的沉默 我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若你选择继续沉默下去 甚至站在我的对立面 也就别怪我不念当年的情分 我也不要你现在站出来说什么 但哪一天 我需要的时候 你必须原原本本地 把你知道的一切说出来 你是肯 还是不肯